大家好,我是Tia,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刷子的第一印象 因为我刚收到了水淡淡跟艾若奇合做的套刷 我当时买的过程就是闹钟一响 然后我正好已经加进了购物车里嘛 我就马上点击付款 然后等我付完款再回去看的时候 这套刷子就已经卖光了 真的是这个速度 大家现在买东西拼手速的时候 真的是好夸张的 大家都是整点就开始下单 真的就拼网速 买下来的价格是 当时候是有优惠吧 买下来大概是120多人民币 我记得是 这一套刷子呢 它是有一个刷包 然后这个刷包我觉得特别的可爱 就是一个猫猫这样子的形状 然后它里面呢是有12只刷子的 水淡淡的描述就是说这一套刷子 12只刷子就可以满足你日常妆容 所需要的一套刷子 这一套刷子的话因为我刚收到 所以说它的味道是挺大的 如果大家要用之前一定是要洗过才能用 这个刷包我是很喜欢 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的那个皮质我觉得也不错 然后打开了之后是这个样子 这一套刷子里总共是12只 我刚才说过了 然后其中的4只呢是脸部的刷子 有8只呢是眼部的刷子 它的外貌呢就是黑色跟银色的这样子的搭配 就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一个刷子的颜色搭配吧 那接下来我就一一跟大家说一下 每一把刷子的功效 首先呢我先拿出来的是SD201 这是一把散粉刷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刷子的杆子 还有它银色这个部分的外貌怎么样 这个刷子的刷身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logo 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刷子的型号的 这里写的SD201 刷子的这个口子呢 它是银色的 就是铝制的这种管 然后这整一个刷子的做工呢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接口的这种部分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交易出来了 如果有追求完美的一些妹子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个接口处 你们看到会有点抓狂 因为它真的是有一点点交易出来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 觉得特别可爱的地方 就是这个接口这个地方 有一个猫猫的样子 这个图案 我觉得超级的可爱 而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刷子的做工还是不错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人来说 我觉得已经OK了 挺好的了 然后SD201 这是一把散粉刷 这个刷毛非常的柔软 然后这个刷头也非常的大 然后用来上散粉的话 我觉得上脸之后 真的是很舒服的 然后干皮的妹子 就可能就是用这样 戳戳戳的形式这样子定妆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这样大面积的扫 我觉得也OK这个刷子 它是SD202 然后它的外貌跟刚才那一把是一样的 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它那个猫猫的图案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是SD201 这边是SD202 它的那个猫猫的图案长的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的形状其实跟SD201长得还蛮像的 只是这个202是201的一个缩小版而已 然后它的接口处 这一支的接口处就会比上一支好一点 没有那个胶的溢出来 然后这一支做工一样也是这样 这边有logo 这边有一个编号的 然后它这个毛发跟刚才那一支的毛发是一样的 然后也非常的有弹性 拿来上腮红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 那它这个腮红刷的毛呢会比较的长一点 所以说它应该是手中的妹子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就不会说一拍上去就已经非常大一片的上色了 这把刷子我觉得拿来上腮红也不错 它也可以拿来打圈上腮红 我觉得也可以 这个其实都可以看大家什么需求 我觉得当一个小型一点的一个定妆刷也可以 就是这样按压在这样眼下这样子定妆 我觉得也OK这把刷 接下来这是一把SD203 描述呢是说它是干湿两用的修容刷 因为它这个刷型呢它是这样斜的形状的 拿来做修容的话我觉得是挺合适的 但这样子的头我觉得就比较适合用在膏状类的东西了 因为它是有点像那种stippling brush的那一种感觉了 然后它这上面这个猫的图案又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形状我觉得除了当修容刷之外 它也可以拿来当粉底刷 因为我其实大概粗略一下看了这一套刷子 它是没有专门的一个粉底刷的 所以说这一套刷子里能用来当作粉底刷的就只有这一把SD203了 因为它这个正好是有点像MAC家的几 我不记得了就那种stippling brush 然后它是用来上粉底液 吸一点粉底液 然后这样戳戳戳戳戳戳 这样子上妆的那种方式 但具体这一把上出来的那个妆感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用嘛 但是就它就可能比较适合那种轻薄一点的那种妆感 可能就用这种刷子上妆会比较合适 那这把刷子的话就是用来当修容刷或者是粉底刷了 修容的话我觉得用修容膏会比较的合适 这种拿来上粉状类我觉得很容易把那个粉饼给戳坏 接下来是SD204 那这是一把高光刷的 因为它是那种比较典型的一个描尖头形式的 这样子的高光刷 然后拿来上颧骨的高光啊 然后这个尖头地方上鼻梁的高光啊 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 它的毛发呢也是非常的柔软 而且也是纤维毛 所以说不会出现那种炸毛的情况出现 然后这把高光刷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高光刷的一种刷型 那接下来说的呢就是眼部的刷子呢 首先第一把眼部刷就是SD205 那这是一把运染刷 拿来做颜色运染用的这样子的一个运染刷 它的刷毛呢是那种细光风羊毛的 所以它上眼之后呢应该是非常柔软 因为我现在刷在手上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渣感 然后它这个刷型呢也是很正常 就是很经典的那种运染刷的刷型 所以拿来上眼影的运染我觉得会非常的合适 它每一支的这个刷口的这个地方的图案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我发现了 拿来SD206呢它是一个眼影的上色刷 就它是那种属于半圆形的那种上色眼影的刷子 这是我比较喜欢拿来做眼影上色用的一种刷型 就我觉得这种刷型就上眼影大面积这样扫 可以比较的合适 我觉得这个刷型我也是很喜欢的 那这个毛呢它就是一个纤维毛的 但因为它只是一个上色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还好 但是柔软程度肯定是没有刚才运染刷那个羊毛的柔软程度好 因为它这个就会稍微硬一点 那拿来上色我觉得应该是还OK SD207呢它是一把遮瑕刷 那这一把遮瑕刷呢它是这种蛇形的扁平的遮瑕刷 就拿来遮一些细节的地方比较合适 像类沟啊这种地方 还有一些痘印啊瑕疵的地方也比较合适 这种刷型拿来当纯刷也比较的合适 因为它是扁平的 这种刷型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遮瑕刷的刷型了 就没有说很特别 但是也是非常的实用这样子的一个刷型 这是遮瑕刷 下来一把呢是SD208 那这一把呢描述呢是说它是鼻影刷 因为它这个毛发呢会相对来说长一点点 然后拿来修鼻影会比较合适 这把刷毛呢就是羊毛混纤维毛的了 因为它明显感觉到它那个柔软程度会比较的好 很少用这样的刷型拿来刷鼻影 我看很多博主会比较喜欢用 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斜角的那种眼影刷 拿来刷鼻影 而这种的话可能晕染起来 会效果会比较的好 我可以拿来尝试一下 我这个鼻影刷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个大小我觉得拿来上一些别的一些定妆啊 或者细节地方我觉得也不错耶 这个刷子 下一把呢是SD209 那这是一把尖头的这种铅笔刷 就是英文描述的pencil brush了 那这个刷毛呢它是马毛的 然后它就是比较适合用在眼尾 就是特别重点要熨染的一些地方 还有下眼影要熨染的地方 就细节的地方用这个铅笔刷会比较合适 然后我觉得这个刷型我觉得蛮喜欢的 就是正常的一种pencil brush的刷型 我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一把呢是SD210 然后它是一把眉刷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斜角的 就知道它是一个眉刷了 而这个眉刷呢拿来勾勒眉型 拿来用眉粉用的呢我觉得应该也比较的合适吧 其实我很少用眉刷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判这个眉刷好不好 但是单这么看的话 我觉得拿来勾勒形状还不错 然后它这个毛发呢也是挺密集 然后会有一点点硬度就比较好描绘 接下来呢是SD211 这一把描述呢是说它是一个重点的 运染刷就是有什么大面积的一个地方 重点要运染的地方就用这个刷 因为它这个刷型呢是有点稍微偏扇型的 一点点的刷型 所以说跟之前的blending brush又不太一样 这种刷型我觉得比较适合 就是接近眉骨的这个地方 然后眼窝这个地方 大面积的这样子去运染 重点要运染的地方用这种刷子会比较合适 这把刷毛我觉得也非常柔软 也挺不错的这一把 最后一把呢是SD212了 那这是一把眼线刷 这个刷型呢会有一点点偏斜 然后但是又不会是完全斜的 是半圆的这样子的斜型 就比较适合拿来做眼线色的一个描绘 我觉得这个刷子拿来画眼线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它只好有一个弧度这样子 用在一些眼线高或者眼影高 还有或者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一些眼影的颜色的话 就拿来勾勒眼线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 这把刷子我觉得这个角度设计起来我还蛮喜欢的 好了那这12只刷子我都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 那这一套水带纳跟Irosy合作的套刷呢 我觉得是一套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套刷 因为它很多的刷型都是很经典的一个刷型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就这一把干湿两用的修容刷 不是我太喜欢的一个刷型 因为这个很难说 因为每一个人上妆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他所喜爱的刷型都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水淡淡设计出来的刷型我都挺喜欢 但除了这一把 我个人呢我很少用像stibling brush的这样子的刷型去上妆的 无论是用修容还是用在粉底我都很少 所以说如果对于新手来说 我觉得这一把的刷型可能并不一定用的很顺手 因为这种刷型的手法呢 会稍微要有一点点技巧才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修容刷跟粉底刷还是分开会比较好 但是也有很多人上底妆的话其实不用刷子的 用什么海绵蛋啊或者一些粉铺啊 上底妆也可以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想入一套比较完整的刷型的刷子 我觉得水淡淡这一套真的还不错 因为它基本上囊括了所有都必须要用的刷型了 但至于底妆还有修容的那部分呢 我觉得就看大家的个人喜好吧 整一套来说我就是除了这一把刷子 不是很喜欢之外 别的我都挺喜欢的 总而言之呢刷子这个东西是跟个人的化妆习惯很有关系 因为每个人所喜爱的上妆的方式 上妆的手法都不一样 所以说不能完全说这一套刷子就一定的很适合 大家选择刷子的话 如果一开始的话 我可能比较建议大家从经典的刷型去入手吧 因为经典的刷型毕竟是大部分人都会比较常用的一个刷型 具体大家想用什么样刷子的话 可以再根据自己的一个上妆的方式来做调整 我觉得都可以 那希望我今天的第一印象有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粉底刷呢 我今天用下来的感觉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的赞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这个粉底刷真的是完全没有刷痕 上脸的速度刷粉底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懒人的一个粉底刷 因为它这个刷头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说它上妆的速度就会很快 而且它这个刷子能够将粉底液推得非常的均匀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所以我们下期视频就能够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